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保協頻道保理醫理 我是今天的主持Carol 今天很高興請到整形外科專科醫生 Dr. Mark Leung 梁樹昌醫生 其實整形外科是我們平時有一科很少因為醫療所需聯絡的醫生 但原來在不同方面整形外科專科都會與其他科醫生合作 是嗎 梁醫生 是呀Carol 大家好 我是Dr. Mark Leung 剛才Carol問我們是否會經常與不同的專科醫生合作 其實是的 好像今天我們會講的課題就是預防重建 我們就會與外科醫生一起做這個手術 Dr. Leung 現在很多保險條款都會有關於預防重建 其實在我的角度有時覺得女性做完乳癌手術 其實除了健康上的創傷之外 在他們心理上我覺得都頗大影響 尤其是女性 在醫生的角度方面 你覺得預防重建對病人為何是這麼重要 當然是重要 你試試幻想一下當一個女性患上了乳癌之後 而醫生跟她說是需要全預防撤除 在這麼容易被外人看到的器官上出現這麼大的缺損 其實對於病人的自信心是很大影響的 所以在大部分情況下 如果一個病人是需要全預防撤除的時候 很多外科醫生都會跟她討論預防重建這個選項 我們都有些研究顯示 如果在預防重建的病人身上 在她康復之後 無論是肯自信 女性形象和埋行性生活等等 這方面都有顯著的提升 楊醫生 作為女性 其實我都很明白 萬一這麼不幸患上乳癌 這個預防重建真的很重要 我想問 預防重建是包括了甚麼部份 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下 預防重建都是說一個女性 是需要全預防撤除的時候 我們才會做預防重建 一般上 全預防撤除就包括了整個預線 可能會需要拿起乳頭乳雲和一部分的皮膚 視乎她需要全預防撤除 拿走多少東西 我們會有不同的重建的選項 不過 大部分的預防重建的選項都不外乎兩樣 就是自體的組織和直膠袋 假體 而第一大類就是自體的組織 顧名思義就是在身體其他地方 拿一些東西去填充她缺損了的預防和皮膚 最常見會用到的皮膚和脂肪就是肚腩 因為肚腩來說 大部分人都會積聚到比較多的容量 以及她需要鬆弛的皮膚也會比較多 所以她能夠做出來的預防的大小 都會比較可以廣泛一些應用 在類性重組的預防身上 另外一個會比較常用的就是背闊肌 即是在背部拿一些肉連血管 一起轉移前面的胸部做一個預防重建 不過因為背部皮膚和肉都是比較少的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她能夠做出來的預防大小 都是比較小一點的 但是無論你選擇是在肚腹上拿一些組織上去的胸道 還是背部拿一個組織去的胸道 其實都會涉及一個問題 就是供應區的問題 我們拿走了在肚皮上面的皮膚脂肪 和一些血管的肌肉的時候 你會發覺肚皮就會有多了一個縫 通常這個縫就會由你的盆骨的一邊到另外一邊 這個縫不是人人接受到的 不過我們會盡量把這個縫放在一些內褲 可以遮到的地方 其實就好像拉肚皮的板鞋一樣 絕對是不容易會被人見到的 但是很多時候因為我們用了腹植肌下面的血管的時候 其實腹植肌的功能都會受到損害 這部份亦都要和病人溝通清楚 梁醫生剛剛提及到乳房重建第一部份 就是自體組織轉移 另外第二部份的植膠袋又會怎樣 剛才我提及過 如果你是選擇了用自體的組織轉移的話 都會涉及一個供應區的問題 如果有些病人他的病情是許可 例如他的病情不是很嚴重 他只是需要做一個全乳房切除 而不需要切除多餘的皮膚和乳頭乳雲的話 其實有些時候是比較適合用一個 假體的乳房重建的辦法 因為可以避免了供應區的問題 但是因為植入物本身就不是身體的一部份 其實他有機會會出現多一點的病發症 例如如果病人最後需要做電療的話 其實他表面上的皮膚可能會壞死而露出底部的假體 從而就可能需要將假體整個移除 所以外科醫生和整形外科醫生 在選擇為病人做甚麼類型的乳房重建時 是會充分地溝通 而且會徵詢病人的意見 究竟他能否接受到供應區 還是他的病是可以用植膠袋去做乳房重建 希望達至到無論是醫病和術後病發症都減到最低 梁醫生剛才第二部份就說是會有植入植膠 但如果乳房重建後有外來物 會不會對本身的病情會有影響 我想這個問題可以分兩部份去解答 第一個部份就是究竟他本身的乳癌 會不會因為我們放了植膠袋或者植入物 而影響到它復發的機會率 這是不會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做了植入物或者做了乳房重建之後 會不會影響他未來找到復發的機會率 這個問題也是不會的 如果你是說植入物本身 其實如果他是一個適合的個案 在做手術的過程裏面也沒有新的病發症 其實他總括而言 跟一個普通女性做膠胸的風險是差不多的 其實乳房重建手術 對一些患了乳癌的女性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如果一般病人做了乳房切除手術之後 多久可以做乳房重建 以及之後上不定期覆塵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這個涉及到一個問題 究竟是幫乳傳乳房切除 當日我們做即時的重建好 還是我們做一個延遲的重建 其實現在普遍都相信 如果一個病人得知他有乳癌 是需要做乳傳乳房切除的時候 而他又可以決定做乳房重建 即時的重建出來的效果 是遠遠好過延遲重建的 即是說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如果你是選擇即時重建的話 外科醫生在撤除乳房的時候 盡量會保留更多的皮膚 以及當乳房的邊緣位置盡量保留 我們只需要放一個自體的皮反上去 或者放一個假體上去 就可以做到一個相對上比較對稱的胸部 但是如果你是選擇延遲的重建 即是譬如病人做手術的時候 是未確定他會不會做重建 他只是想做醫療的病 即整個乳房切除了之後 才打算再做延遲重建的話 因為第一個手術已經破壞了 很多的乳房的組織 以及撤走了多餘的皮膚 到他做二期重建的時候 就會比較困難很多了 所以現在一般上 如果你的病人或客人 是真的需要做全乳房切除 其實都應該找一個整形外科醫生去諮 是否做即時重建會比較好 我剛才這樣聽 如果病人想考慮重建的話 其實是第一次做手術的時候 立刻和整形外科去夾會好些 其實在病人萬一不幸患上乳癌的時候 他其實除了找乳腺外科之外 是甚麼時候應該找整形外科 以及應該怎樣找到你們 其實大部份的情況下 他先找了乳腺外科 看看究竟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全乳房切除 因為乳癌視乎不同的期數 不同的位置 其實有很多可以治病的方法 但是不幸如果他真的 最後需要做一個全乳房切除的時候 其實很多乳腺外科 或者普通的外科醫生 都會已經和他討論 一個乳房重建的選項 亦都會將個案轉介給整形外科醫生 可以同一時間在他切除乳房的時候 做乳房整形 很多謝梁醫生跟我們分享 希望今日的資訊幫到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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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